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12月10日训,今日,森林郎球员约神奥科吉接受媒体采访,谈到了在新赛季打4号位的可能性。 我还没因为这个问题跟教练组谈过,但我知道的是,我不会建议打4号位。 奥科吉在采访中表示,即使在上赛季,我都很少有机会去防守那些身材比我小的球员,除非安排我主防对面的控球后卫。 一般的时候,我都在防守。像科怀伦纳德和保罗、乔治这类的球员,通常我的对手都比我来得高大。 所以我并不认为,让我出任4号位会有什么不同。生涯的头两年,我在防守端都表现得很有侵略性。 我不会说,我是最聪明的那个,但我真的,在防守端非常积极,且很有技巧。 现在我即将进入,自己的第三年,我。 当然很期望,我能继续保持那种侵略性,但我会表现得更有效率。 我会在防守端,表现得更聪明,让自己在场上,更有影响力。 同时也减轻,队友们的防守压力。 奥科级继续说道,我会向PJ·塔克的表现看齐,他是小个子,内线球员的典范。 我会继续努力,如果教练。 想的话,我也能打5号位,这样卡尔·安东尼·唐斯,就能打4号位。 我可以打5号位。 奥科级补充道,奥科级身高1.93米,今年22岁,2019-20赛季常规赛。 奥科级出场62场比赛,场均出场25.0分钟,得到8.6分,4.3篮板1.6助攻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